大门深索的冷藏库里头一打开 全是一箱又一箱的冷冻木瓜 而这些被切成块状的木瓜 竟然已经全部过期 换言之 这些木瓜至少过期了两年以上 最久的更长达五年 而为了掩人耳目 这些僵尸木瓜 全被做成加工食品 刻意欺瞒消费者 然而这些僵尸木瓜部分 早就流入市面 恐怕进了消费者的肚子里 记者综合报道